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和大家谈谈的就是 用功符合廉价条件 就是外籍家务助理 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享有游身廉价呢? 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 外籍家务助理是有很多福利的 其中有一样就是游身廉价 根据劳工法例 外籍家务佣工 帮同一个雇主 服务了每一个月数呢 他就是享有游身廉价的 这里有个图 有新廉价附表 就列明了 外籍家务助理享有的廉价 第一年 如果他帮个雇主 服务了一年 一年之后 他就享有七日的有新假期 如果他继续为同一个雇主服务了 再多一年 即是总共两年 在第二年 他也都是享有七日有新假期 如果他继续为同一位雇主服务 另一年 即是第三年 他就在第三年过了之后 满了之后 他就有八日有新假期 直到第九年 如果他都是同一位雇主服务 他就在第九年的那一年 他就有十四日 然后以后 比如第十年 第十一年 第十二年 如果他同一位雇主服务 他都是享有每年 十四日的有新假期 好了 我们现在讲回头了 那么他 如果少过一年呢 即是换句话来说 在第一年 帮个雇主服务的时候 由于某种情况 任何一方 终止个合约 那么他又没有劳工法律规定 如果那位 外籍家务助理 为雇主 服务少过三个月 他就不能够享有年假 如果已经服务满了三个月 已经服务满了三个月 他才符合享有百分比的年假 这里举个例 比如 第一年 他只是帮那位雇主服务了十个月 那么他就有年假了 有多少 有五点八日的年假 怎么计算呢 因为他服务了十个月 所以是十二分之十 十就是十个月 十二分就是一年 一年有十二个月 乘 他第一年是应该有七日的有薪假期 所以乘七 就等于五点八日的年假 当时呢 是终止个合约 所以个雇主 他没放假的嘛 所以个雇主要计算到 他应该享有多少日的有薪年假 就用现金代替 计算给他 这样如果用现金代替又怎样计算呢 你可以看我另外一条片 外用年假 以现金代替及计算 那一条片 就会 告诉你 怎样计算的 今天就讲着这么多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会尽快 答复你了 我会尽快